玄夜 如果让你做皇帝 你敢做吗 敢做 这是小玄夜成为千古一帝的开始 因为他那不成奇的父皇要出家当和尚 玄夜 朕是个失败的皇帝 顺之面色凝重地告诉玄夜 一旦坐上皇帝的位置 就要忍得住孤独寂寞 割舍人间冷暖 要时刻防备各种阴谋诡计 更要分得清忠诚善恶 到最后可能会成为孤家寡人 这皇位上有这么多危险 你还敢做吗 敢做 看着小玄夜坚定的眼神 顺之继续对他说 咱们大秦虽然雄距天下 看似分平浪静 但北墨南蛮争斗不断 京城内外杀鸡四伏 朝堂上下中间难分 看似分光的皇位 实际上则如刀山火海一般 一旦坐上这个位置 那就再也别想下来了 这种皇帝你还敢做吗 敢做 顺之又问玄夜 你凭什么做皇帝 小玄夜转头对顺之说 皇阿玛你六岁就登基了 我如今都八岁了 就连天花病我都不怕 还怕做这个皇帝吗 好 你比正强啊 一旁听了许久的魏臣魔 突然跪了下来 祈求顺之不要抛弃皇位 但顺之心意已决 听不尽丝毫的劝戒 随即让魏臣魔帮他草拟退位诏书 并将皇位传给年仅八岁的宣誓 但魏臣魔哪里敢写这个呀 同手对顺之说 如果自己写了诏书 皇太后那边不得弄死他呀 起料顺之一脸傲娇的说 太后能杀你 这难道不能杀你吗 魏臣魔表示 太后能杀我 你也能杀我 但是我就这一颗脑袋 顶不住你们俩人杀呀 顺之见魏臣魔这么有骨气 只能跟他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说你魏臣魔虽然是个汉人 却对我大秦忠心耿耿 我很欣赏你 也愿意将你当做朋友 但你细想呀 我退位已经是 板上定爹的事了 你就算不写 肯定也有人愿意写 现在我把这个机会交给你 交给我最信任的人 这样你还不满足吗 既然如此 臣就一字不易 丙比之书了 朕就是要你丙比之书 因为朕这道诏书叫 罪己诏 眼看这诏书就要写完了 但是行僧和尚这边 到底在搞什么呀 不是一直拉着我入伙吗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管他呢 反正日子都选到了今天了 无论怎样 朕都要剃度出家 但是按照佛家的规定 自己出家的时候 需要有一位得到高僧 帮自己剃头才行 但这边只有一些小和尚 顺治也不管那么多了 就跟小和尚说 让他帮自己剃头 但小和尚哪有资格 给顺治剃头呀 于是就对顺治解释说 自己托尼证书还没考下来 不敢给你剃头呀 这可把顺治急得不行 难不成我出个家 还要自己给自己剃头吗 就在顺治要自己动手的时候 小苏玛开口说话了 皇上 我不会剃度 可我会剃头 好 你来给朕剃吧 小苏玛收到旨意后 便上前接过顺治手里的剪刀 开始给顺治皇帝剃头了 趁着剃头的时间 顺治还给魏臣魔口述照书 但没有托尼资格阵的苏玛 哪里会有专业的手法 奴婢弄疼皇上了吗 没事 你就把阵当成你的弟弟 你怎么给他剃头发 就给阵怎么剃头发吧 是 一旁的小玄也听后 抖得直呼好家伙呀 剪个头发的功夫 自己父皇变成哥哥了 而且还这么不成器 顿时伤心地哭了起来 正当他在考虑以后 怎么称火顺治时 太监吴良府着急忙慌地 跑了进来 告诉顺治 你的传销头头行僧和尚 马上就要领和范儿了 人在何说 好花园 你走了 你舒坦了 可是这个国家呢 朝廷呢 祖业呢 你把这些人给我一个人 你忍心吗 可你别忘了 你是大清的 立国之君呢 然而不管孝庄怎么说 此时的顺治皇帝 已经彻底死心了 因为通过这次母子谈话 让他突然明白了 当皇帝有什么好的 无情无爱 没有人在乎他怎么想 有的只是那压得他 喘不过来气的责任呢 母后啊 父亲不想做这个皇帝了 我也做不了这个皇帝啊 孝庄听后整个人呆住了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娘 但是你直接撒手不管 大清的天下该怎么办呢 朝廷祖业又该怎么办 但是顺治却对孝庄说 自己不是还留下了几名阿哥们 你可以培养他们成为皇帝呀 为什么一定要揪着我不放呢 孝庄此时已经伤心欲绝 知道再说什么 也不可能让顺治回心转意 百般无奈之下 顺治回头看到自己母亲下跪 立马也对着孝庄跪下来 希望母后不要再逼他了 他的心早已经没了 只剩下了一句皮囊之称 就算是这样活着 也不过是行事走肉 母后 你要是不准儿出家 你就杀了儿吧 而用这一枪血 花了二十四年的母子缘分 孝庄听到弗林这么说 一想好像确实可以这么干 而且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 可不能怪本宫心狠手辣 小庄我这一辈子是那样的疼你 宠你 护你 可是如今我是那样的恨你 恨你 孝庄心灰意冷 说自己再也不是他的母后了 顺治也再也不是他的儿子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这唱了二十多年的戏 也该散了 说着孝庄走向了祭台前 拿出了一碗毒药 让顺治喝了 顺治也闷了 我就是说说呀 你还真让我死 但是气氛都到这儿了 要是不喝也太丢人了 于是接过毒药便要喝下去 但也在这时 一直在门外偷听的小玄夜 急忙的冲了进来 抢过顺治手上的药 直接摔了个稀巴烂的 突然出现的玄夜 给孝庄也整不会了 自己儿子的事情还没解决 孙子又跑出来捣乱 那么好 既然你们都死不成了 那我就先死一个给你们看看 接着孝庄就直接挺挺的倒了下去 然而没过一会儿 孝庄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合着刚才都是演戏的呗 孝庄坐起来后 好像想起了什么一半 就来自己的孙子玄夜 耐心的问他 你在奋闲店里都看到了什么 有没有看到小孩子不该看到呀 孝庄什么都没看见 小伙子还挺聪明的 以后呀 看见谁都得这么说 但孝庄却表示 不过黄祖母还想让你说一遍 你在奉闲店里都看见什么了 既然祖母都这么要求了 小玄夜要是不说点什么 怕是走不成了 孙儿在奉闲店里 什么都看见了 也什么都听到了 那你说是黄阿玛对呢 还是皇祖母对呢 这不对呀 这不对呀 怎么突然提出了个宋命题 这让我怎么回答呀 是不是看我年纪小 就可以随便欺负呀 于是玄夜看向了一旁的娘亲 太后啊 玄夜年纪还小 你就别再逼他了 然而孝庄觉得 既然玄夜他爹无心当皇上了 那还不如尽快让玄夜提前适应这种压迫的感觉 现在的大清江山有自己还能多撑一会儿 但是未来还是要靠玄夜才行啊 所以不逼一逼玄夜 怎么能知道他怎么想的 孙儿 孙儿见皇阿玛 但是孙儿觉得皇阿玛不该去当和尚 你觉得皇祖母真的想叫你皇阿玛死吗 不 皇祖母是想救皇阿玛 绝不会让皇阿玛死的 看到如此懂事的玄夜 孝庄从顺之那里攒的怨气 也在这时候消散了 哎呦 我的好孙儿 我好孙儿 有孙儿这句话 我皇祖母的心里就要踏实了 有您老人家这句话 我玄夜的康熙盛事也要到了 哎呀 奥中堂 救命啊 长 眼里只有敖拜没有朕 给朕使劲打 别损了力气 康熙自从当上皇帝后 在敖拜那里受尽了委屈 但是自己十六岁之前 又不能清理朝鎮 这让他觉得这个皇帝当得憋屈 于是想办法从敖拜身边的人下手 郑愁没办法出气呢 敖拜的干儿子总管吴良府 就跑过来送人头了 只见他领着几个小弟 偷偷摸摸的抱着两个大花瓶 正好被路过的魏东庭抓了个阵爪 其实康熙想得很简单 就是想找个理由 整一下吴良府 以出自己多年的恶气 来来来来 过来 哎 别动 都别动 真不拘礼节 让朕瞧瞧 你们都弄出什么宝贝来了 康熙走近一看 呦呵 八宝流离瓶呢 这可是顺治十四年 吴三桂孝尽先帝的礼物 足足值五万两白银呢 一旁的吴良府还想开口狡辩 直接就被康熙怼了回去 接着又看向了第二个宝贝 好嘛 连龙凤翠一碗都抱就怀里了 这个价值三万六千两啊 还是无言有眼力啊 这件奇珍异寿平 那可是值钱了 这可是俄罗斯沙皇 亲手为大清皇帝打造的 皇上 这个价值足足八十八万两白银呢 而你们几个小面捏在一块 也值不了一个包袱瓶啊 好家伙 魏东廷和康熙两人一唱一和的 直接把吴良府吓个半死 而吴良府也知道理亏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偷拿的 但是就算是被抓住 也得想办法狡辩一下才行啊 万一康熙人傻就兴了呢 禀皇上 奴才是想将成仙宫预计 放到太后宫里去 谁的旨意 进入皇上宰 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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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 喷之 叫皇庆马上来 奴才 奴才 皇上 奴才 死罪啊 鞭 接着鞭 朕每揭穿你一次 你就罪加三等 而此时皇进也到了 当即拆穿了吴良府的谎言 吴良府眼看自己的谎言被拆穿 吓得手一滑 宝贝从手里掉了出来 自己也连忙跪地请罪 七军网上 假传圣旨 够东西 还不快招 够东西 快招你 奴才之罪 奴才该死 熬中堂的寿生快到了 奴才家长这点宝贝送给他 奴才该死 康熙也感觉实际到了 于是吩咐身旁的皇进 按照大清律法 惩治吴良府 吴良府身为大内都太监 坚守自盗 七军网上 一律 先施庭仗 然后再叫内务府一处 康熙此时却提出了疑问 这庭仗是个什么东西 一旁的魏东庭连忙解释 就是用棍子打屁股 康熙一听也知道咋回事了 而皇进也害怕 傲败报复 于是先把自己给摘干净 所以动手之前 先问了问康熙打几下 康熙也不懂这庭仗威力如何 于是随口说道 打就是了 偷下去 皇上饶命啊 皇上 就这样 吴良府的命 就交到了庭仗的手里 一边挨着板子 一边求敖拜 赶紧来救自己 这可把康熙气得不行 自己就在面前 不求自己 反而求敖拜 黄进见康熙都这么说了 这可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 于是主动接过板子 凑到吴良府耳边说道 侯爷不是我不救您 您大县到了 皇上要您的命 说爸直接拿板子 疼狠地打在吴良府的身上 疼得吴良府哇哇惨叫 口水掺杂的鲜血流在了地上 但也就挤板子下去 吴良府直接没了动静 估计是见阎王去了 死了 真是不惊大 我该谁让你给我小鞋穿的 就在这时 敖拜也赶来了 打得好 打得好啊